全油管最快新闻,连日来、河北、黑龙江和吉林三省份的省委书记相继外出调研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8月17日讨论并部署了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 三位省委书记分别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,了解灾情和重建情况,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会议精神。 调研中,他们关注保险赔付、受灾学生返校和受灾群众入冬等问题,并强调加快完善防洪工程体系。 此次灾后重建工作的调研将有助于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